市面護膚品選擇淋淋種種 標榜功能都不太一樣 當中化學物質的安全屬性 消費者未必會留意 生物科技公司水中人 在去年7、8月 在本港大型連鎖藥裝店、專櫃 和兩個內地網上平台 抽樣搜集了30款品牌面箱 進行餘胚胎毒性檢測 當中有6款國際品牌的樣本 含有國際金融成份 有18個樣本就含有常用防腐劑 其中一種屬於已知的類似激素 長期攝入可以誘發癌症 更加有機會傳給下一代 在坊間護膚發作品用的 很多時防腐劑的成份 我們已經知道會有過敏 甚至誘發癌症 所以一些政府機構 或者一些國家才會拿去禁用 我們的建議就是 一些以知到衰的防腐劑 防腐劑都是好和不好的 有些可能是天然的防腐劑 有些是化學防腐劑 儘量避免一些我們以知不好的防腐劑 防腐劑 防曬 香料 酒精等成份的綿霜 Live TV 記者 徐家純報導 在此 幸好 保持一堆 防腐劑 可以做到 一堆 解釋